清洁工吴女士被掃把刺伤左前臂 没注意伤口照护 引发大肠感菌感染 局部的伤口的一个红肿 甚至发炎的现象 看起来就是有一个 蜂窝性组织炎的情形 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就评估完之后 就用抗生素来做治疗 治疗五天 吴女士希望出院工作 医师叮咛她 口服抗生素必须吃完整个疗程 但她长忘记吃 伤口看似还好 就自行停药 一个月后病情恶化 那她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们把它切开里面 这个化弄的状况 里面培养出来的 还是大肠感菌 但是就带了很多的 这个抗生素无效的 我们叫做抗药性的 一个菌株的一个状况 这次住院11天才控制病情 医师表示 细菌产生抗药性 后续治疗更加困难 医生如果开了那么多吃 你如果说 我怎么吃 我都会教医生的欢迎 关于抗生素的使用 谨记三原则 不自行购买 不主动要求 不随便停药 如果担心抗生素有副作用 可以跟医师讨论 而不是自己停药 大爱新闻 台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